北京时间11月22日,2019赛季,亚冠小祖赛抽签一事,在位于马来西亚及龙坡的亚族联总部举行。 此次亚族联更新了亚冠联赛抽签规则,2019年亚冠小祖赛分组抽签时,直接晋级的球队将不分当次进行混编抽签,这也保持了本届赛事的死亡之组出现形式异常激烈。 北京中和国安在锁定了下赛季的亚冠资格后,正全力被占足鞋杯,对于在下赛季的亚冠赛事中,球队将会有可能遭遇的对手。 小哥也已经为大家都整理好,仅供大家参考,国安队夺得足鞋杯冠军一,北京中和国安将会直接进入季组。 北京中和国安,前黄杯冠军,全北现代,五里南零二亚冠军小组的比赛,将在3月6日开始首轮较量。 国安队获得足鞋杯亚军一,北京中和国安将会与曼谷连泰国,和内FC越南,京都晋级一小组正赛的名额二,北京中和国安将会在2019年2月19日,进行首场亚冠赛事比赛。 取胜则顺利晶级一组,庆南FC越南山现代韩国,周佛DT马来西亚,六,新叶尼复加赛,北京中和国安。 三,亚冠一小组的比赛将在3月5日开始首轮较量。 虽然如果国安进入一组,或许出现的概率将大大提升,且还能逃离死亡之组,但逃避是弱者才会去思考的问题。 小哥认为国安不仅是一支强队,更是一支有着此刻精神的球队,我们不会聚盘任何一个队,手,无论对手是谁我们的目标,只有一个,就是权力争胜,胜利中将会属于我们。 期待国安这次,可以以冠军的身份迎战强敌,足写杯送票方式具体如下,转发本篇文章至朋友圈,点击小程序,进入MAX北京微商城购买。 字幕志愿者 权力争胜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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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